民眾才剛準備要進店家消費 結果突然蹦的意識 有人去樓把大家嚇壞 救護車也緊急趕到現場 救護人員釋出CPR 一名男子倒在地上 他的妻子在一旁被嚇壞 嚎頭大哭 鄰居趕緊盛情安撫 但是還是沒能等到好消息 你給他拘捕 墜樓造是一蘭蘇澳一間 知名小吃攤的老闆 案發地點拉起了封鎖線 只是老闆怎麼會突然墜樓 原來12號下午4點多 老闆娘正在店內被料 老闆自己一個人 爬上屋頂要鬆綁招牌 沒想到過程中疑似滑倒 扶了一下招牌 結果底座生鏽 承受不住重量倒下 老闆墜樓疑似頭部著地 重傷不治 應該是頭樓底不敢嚇壞 是喔 你如果生苦下來就人還有錢 有本兩夫妻提前被料 是要等颱風過後做生意的 沒想到老闆在颱風天手裡招牌 結果發生意外不幸喪命